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的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最近有一些小争议啊 但不是很热门啊 很多人看这个新闻都是一眼烧过去啊 就没有在追这个新闻了 ok 说我今天呢 我就特地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呢 最近呢 反对党就有来吵 吵安华啊 你那个昌明大马的那个广告牌啊 好像到处都是哦 你花了多少钱啊 然后安华呢 就出来说这个花了800多万 然后是用前朝的拨款啊 并没有用我这一朝的钱 是用前朝留下来的钱啊 ok 啦 总的来说啦 我不管你是用谁的钱 你用了多少钱都好 这都不是我关心的地方 啊 我关心的就是呢 这一种广告牌呢 做到来啊 他的意义何在 啊 ok 当然对于当政者来说呢 啊 他们会认为 哦 这个是等于是为自己插旗 啊 不管是谁做上首相 还是谁做上那个州的州大臣都好 啊 这是一种插旗的表现 就是呢 在他的统治范围里面啊 啊 每一个地方都插上这一只旗 给大家都看到我的大头 知道这个地方的头是我 啊 要树立一种他个人的威严 个人的形象 啊 让大家都记得哦 这个地方是这个人在统治着 啊 然后呢 啊 下一届大选呢 对他的印象呢 也不要省眼啊 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啦 我不需要太深入的讲 你们明白了啦 啊 ok 只是呢 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呢 现在这个年代跟以前那个年代不一样 啊 以前的年代是还没有internet的年代 啊 还没有自能手机的年代 啊 可能还有一些乡下人真的是不知道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州大臣长什么样子 啊 啊 啊 没有概念 因为没有看过也没有机会接触 啊 但是呢 现在呢 internet泛滥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 啊 你刚才说 整个马来西亚有谁不认识安华那张脸 有谁不知道安华是我们的首相 啊 所以啦 其实没有必要再用过去那一个年代 到处插旗就是要让人记得 我这张脸 啊 给真的是没有必要了哈 我从根本上跟大家解释已经没有这一方面的需要 啊 然后 第二 如果没有了这一方面的需要 接下来就是浪费钱了咯 啊 你不管做多少个广告白 你就算只做一个也好了 那个也是浪费钱了 因为他意义何在 我现在我不是针对安华罢 啊 老实说啦 你去看啊 每一个州啊 他的州务大臣也好啊 哈 他的国州议员也好啊 都做着累了广告牌 如果你是要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开载节快乐 ok 啦哈 啊 那个还说得过去啦 但是如果类似像安华这个就是一个安华大头再加一个马达尼姆罢线 然后就完了 啊 我是觉得还真的是有点浪费钱了哈 不要以为我是安华的支持者 我就不会讲他的坏话啊 啊 他做到不好的东西我还是批评的哈 我跟一些国门网红相比啊哈 那些国门网红我已经整整年没有看他 骂国门 骂回教党 骂土团 骂马华很奇怪的哦哈 马华跟国门是一个 package 来罗啊 ok 啊 但是呢 你看得到我骂安华 你看得到我骂西红啊 就是这么简单啊 ok so 我在这里 我在强调 如果就好像这个新闻的这一个广告牌 只有一个安华大头 然后只有两行字 马达尼网线 我是觉得 浪费钱 ok 简单问你一句了 你说 你放这个广告牌是为了插旗 让人家记得你的脸 我想啊 全马来西亚人谁不知道我们首相是安华 谁会忘记安华那张脸 所以 这一层意义没有了 浪费钱 啊 第二 请问你这个昌明大马 你想 呃 表达什么更深一层的意思 大家只看到马达尼网线然后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啊 so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广告牌得到任何额外的讯息啊 没有 对 又是浪费钱 哈哈 ok 啊 现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时刻 每一分钱都要省下来 都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呢 我是不主张浪费任何钱 即使 啊 莫说是800万 即使是8块钱都不应该花 哈哈 ok 好 如果说啦 你怎样你都要做广告啦 你要促进这个广告业的兴盛了啊 ok 好 可以 但是呢 做东西必须要有意义 啊 你可以做广告牌 但是你这个广告牌必须要做到有意义 啊 啊 做到呢 可以带出他更深一层的意义出来 啊 可以向人民传达一些正面的讯息 这样就有意 啊 ok so 我个人我是建议啦 你广告牌你可以继续做 但是你的内容必须要改变 你可以依然放你安华的大头 还有长明大马的标志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已经不是主角了 可能只是放在 啊 右下角的一个角落 啊 安华的头跟长明大马的标志 内容在中间 啊 可以 啊 展示出一些正面的信息 什么正面的信息 OK 最经典的 就是呢 啊 要 呼吁人民 啊 啊 啊 远离 啊 那些 山高的食物 啊 啊 就是 高胆固醇 啊 高糖 啊 还有那个高油 高盐 啊 这些东西啦 OK 远离这些 啊 不健康的食物 啊 是一个很正面的信息啊 啊 大家驾车驾在路上看到 哦 是哦 政府叫我们少吃这些 油盐糖 啊 很好 啊 还有 可以展示这些信息就是 大家 远离赌博 远离抽烟 啊 很好啊 大家看到 哦 政府在教我们远离赌博 远离抽烟 很好啊 OK 然后呢 还可以最近比较红的就是 远离诈骗 啊 你可以通过那个广告来说 啊 诈骗有什么样的手法 大家看到了啊 就记得不要上当 很好啊 啊 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说 你要呼吁 啊 我们老百姓呢 还有健康的生活作息 要多喝水 啊 要早点睡觉 啊 要多一点 阅读 啊 或者是 啊 发扬 守时的运动 啊 一切的健康的美德 良好的美德 很好啊 啊 这就是我所谓的 正面的信息 当然我在这里三年两也不跟你不可能跟你讲到完啊 啊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吧 就是同样是一个广告牌 啊 你用 那个广告牌的正中间 向人民释放出一些正面的信息 有意义的信息 然后右下角放你安华的大头跟这个昌明大马的标志 没有问题啊啊 你也同时达到了你的 啊 要求 就是大家记得你的脸 大家看到了昌明大马 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广告牌不浪费钱 啊 OK So 我这里不是针对安华罢了 其实呢很多那些啊 走务大臣啊 啊 那些广告牌 其实我也是照样说的啊 我讲的也一起讲买他们 啊 我是认为这些正式的务的广告牌 如果你是恭贺新年快乐开载节那些我就不说了啊 OK那些是 节日性那些跑不去 啊 但是如果是作为一个长期的招牌这样的话呢 啊你单单放一个标语跟一个大头啊其实是没有意义浪费钱的 应该顺便放一些正面的信息下去 啊 比如说就要鼓励我们人民啊要怎样赚钱啊 OK 都是很好的 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